來了來了 最重要了 齁齁 新的啦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杰 歡迎歡迎我們的駐落季世界LIVE OK 最近呢天氣不是很好 端午節那時候我要出去這個 看人家滑龍舟 順便在旁邊抓抓龍 看看水系的部分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改變 但是因為天氣都是一直在下雨 台南已經連續下了快一個禮拜的雨了 都沒辦法 都沒辦法 所以我們就作罷了 但是我自己還是私底下走到哪裡 還是我再抓一下 目前的活動呢 還是持續每天都會進行 像我自己也有在抓這隻鱷魚 這是後來新的嘛 但是我是覺得沒什麼用 但是如果你要練升級的話呢 是可以做做看 目前我覺得等級已經被壓制住了 就是 呃 除非你未來要去練別的等級 哦 就是 除非你未來要去練等級 而去一直升 一直升 但是你一直升的話呢 你會一直把你的錢給花光 這個遊戲到後面非常的吃錢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有什麼隊伍 我現在目前呢 其實有 呃 其實有這一隻 這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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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 我有四隻金的 哦 那可以升級了 那我想說先 把這個暴龍給升級好了 暴龍在前天哦 剛好有出活動 所以我連續抓了幾次 所以可以升 你看 現在11級的金的 要升12級就要2000塊了 來 升一下吧 這隻暴龍呢 還是會持續升 最少會升到15級 升到15級之後呢 會跟我們的迅猛龍哦 再陸續的再互相的結合一下 結合之後呢 就會變成我們的 帝王迅猛龍了 對不對 這一隻呢 也是要持續升 這隻雖然 呃 有的人可能到後期 我看第一名他們不用 但是後面的幾名 還是有持續在用 只要8000塊 但是我覺得這隻非常好用 算是一個堅強的後盾 所以我們還是升上去 看看他數值好不好 破了97的生命 破2000了 攻擊力破800 我覺得這樣子是可以投資的 畢竟他可以暈眩 我覺得是很好用的哦 所以這一隻呢 我還是會持續在用 除非哪一天我有更好的龍 我才選擇不再升這樣子 這一隻 劍龍 劍龍呢 也打算升到15級 等到15級之後 我可以跟另外一隻再繼續升上去 但是 錢不夠了 你看 我只剩下898 完全不夠低檔 啊 這個是比較可憐的部分 然後還有這一隻哦 這兩隻我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隻 這隻看起來呢 有點像副劫龍 但是我不知道這什麼龍 我覺得蠻好用的 為什麼呢 他的技能非常棒 他這一個呢 就是 直接可以撞暈的嘛 這個我覺得是以後的恐龍 都會 蠻常用到的攻擊技能 如果你是要打battle的話 這個蠻常用的 然後這一個呢 比較好處的是 你打人家一下之後 可以反轉 叫另外一隻出來 不用損到那個呼叫 下一個同伴出來的指令 被人家多打一次 所以這一隻呢 也是目前我隊伍中會用的一隻 然後這隻呢 有觀眾跟我說 這隻叫中國角龍 我跟你講 一開始我覺得這隻 非常的不好用 但是到後期呢 很多人用這一隻 用這一隻哦 但是比較高等級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 目前的狀態就非常好用 第一個呢 就是一般攻擊嘛 第二個是會有暈眩的 第三個是完全暈眩 還可以搶先攻擊 所以我覺得這隻 真的是 可以好好的投資 不過 要遇上他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只能夠 嘖 撩撩蛋 好不好 然後我還有多抓了 兩隻新品種 一隻就是我們的腫頭龍 腫頭龍 如果你有看 諸位記世界2的話呢 應該覺得他非常的可怕 我覺得像腫頭龍這一隻哦 他就是其實看起來 是比較單純一點 我們來給大家看AR 欸對了 講到AR 還是很多人在問我說 到底AR怎麼用呢 嘖 我是不曉得 iPhone是怎麼樣才會用 因為有的iPhone 真的使用者 他們是不能夠用 可能是要6以上吧 我吃6S 所以我可以用 有沒有很可愛 你看那個頭蓋骨 聽說是很堅韌的對不對 在影片中 連銅箱鐵壁 都撞得破 好不好 這隻是我們的 總頭龍 給他升個幾 5塊錢而已 順便練個等級 另外如果你想要練等級的話 我是比較建議就是你 錢要夠 然後去抓那些鱷魚來練也是OK的啦 齁 然後還有另外一隻是這一隻 這隻我發現後期也很多人喜歡用他打架 但是是另外一種類型的 這隻我覺得 大家好像是金色的吧 我有點忘記是什麼色的 不過他的血量我是覺得 要慢慢練起來才有辦法 而且這隻也不好遇到喔 他的攻擊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目前最好的呢 還是我們的主要戰隊 這8隻 我現在目前最喜歡用的 這一隻是肉盾 這隻也算肉盾 不過他可以一直強行攻擊 是蠻不錯的 那暴龍呢 不用說就是破壞防禦力 所以攻擊力是很強 有時候真的是一擊必殺 那小蘭我要特別講一下 我後來才發現小蘭喔 他雖然是攻擊力喔 是 防禦生命很少 但是 他光這一招喔 就可以降低人家的這個傷害的部分喔 所以 他你看他攻擊人家痛 也可以降低人家傷害 所以這隻是真的一定要投資下去的 所以就等到15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合成 電影裡面的最終頭目 有沒有 帝王迅猛龍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的 那其實在遊戲裡面喔 還有很多呢 是電影裡面沒有出現的 所以我相信呢 以後的電影呢 一定還會跟這些恐龍都有關係的 那因為這個遊戲主要就是環球 也自己用的啦 所以可能才會 能夠知道這些內幕之類的 好不好 那其他恐龍我們就暫時都不升 因為錢不夠 那最重要的是 我已經來到第五階的戰場了 然後第五階的戰場呢 我昨天打了一場 結果 掉到了這一個 史詩級的寶箱 你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開囉 裡面有200多個金色的DNA 開箱 拜託 喔 你看一次8000 還可以升級我的劍龍 對不對 來 8000塊 喔 雷龍 雷龍也是我們非常需要 因為雷龍要變成那個護甲雷龍 也不容易升到 然後這隻是這個 這個叫什麼龍 雙擊龍 但是我沒在用它 然後這隻 哇你看你看你看 這隻是綠 藍色的 藍色的 喔 OK 唉唷 這新品種耶 是不是 T-Rex Gen 2耶 唉唷 唉唷 來了來了 最重要了 喔 新耶啦 各位新的新的新的 還有一個 中國角龍 太讚了 可以升級 哇 14系寶箱果然是了不起 再開個三小時的 各位真的 有機會可以打到這種寶箱是很棒 這個寶箱啊 等一下我開給你們看喔 這個都是一些廢物 不是很好的補給品就是 好這個寶箱 各位看一下 這個寶箱呢 我們剛開就是這一個 2840鈔票的 要2840才有 所以這個我不知道是每個人都湊得到 還是說進去第五階就拿得到 我可能 我是打了好幾場才有拿到這個 EPIC的寶箱喔 那各位 不免數的就來打個兩場吧 好不好 這裡的都非常強 來來來來 第五階的戰場 好不好 我們還有兩階要爬 就到第七階 但是我們的恐龍不夠等級 不夠所以爬上去 其實是蠻辛苦的 所以有的人說 壓等也可以 就是讓你的恐龍多烈焰 不要打battle就行 OK 這個 這四個陣容是我最喜歡的 當然先派出我們的小蘭 但是現在很多人也會觀察你出的是什麼 然後去換喔 像打這隻我就覺得比較沒勝算 你知道為什麼嗎 被他撞很痛喔 但是我現在又不想要換 所以我們直接來個重中級吧 你看 會直接降低他的Attack 刷 破千有沒有 各位 每次連線都會變這樣 好啦 沒關係 大家知道就好了 喔 痛痛痛 先再打他一擊吧 打完他就死掉了 他打我780超痛 來 come on 我死 啊 我死 我死了 各位 第五階的人 他們真的思考都比較 不一樣一點點 我是有這麼覺得 好啦 他他派出這個 我們就派出我們這隻 好不好 比他高一等等 我們剛升的好不好 直接弄個戲吧 各位在出招的時候 最好如果他剩一點殘血 他要沒有搶先攻擊的話 最好是不要出大招 這樣子你以後再打呢 都會比較 省時一點 齁 也會讓你 多存一些技能來打下一隻 這個是新的 這個我沒遇過耶 你看他是Faster Faster的話我就直接中攻擊了 來吧 反正就是 你有那一隻之後 你玩久之後 你就知道你該怎麼去抵禦他 但是如果你沒有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下一招要出什麼 來吧 819 還可以 各位那現在我們有扣血 有扣血我們就直接補血 齁 這樣子多增我們一點點血是好的 來 補起來 然後還可以消除我們所有的狀態 他應該剩小招 喔 喔 痛耶 糟糕了 被人家那個 暈到了 慘了 不過我覺得 像派這種出來是能打能打 所以 你基本上是可以撐得了幾下的 對方不先死就是你贏了 來撞暈 糟糕他要比我先 喔喔喔喔喔喔 而且就降低我的這個防禦 好戲 加油 水 暴擊 暴擊了暴擊了 那如果待會還是我們 又是這一次了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一隻喔 現在是他比較快 他比較快 但是我不知道我們行不行的通 我們現在是 你可以我們躲躲看好了 來 呃啊 呃啊 我以為我有可能是搶先的 上面怎麼還有我這個符號 好接下來呢 我都會派出這一隻 當這個 最後再換這一隻 好來 這隻呢 主要是他的 速度沒有暴龍那麼快 但是他攻擊力也非常強 這個都是破外護甲的攻擊喔 來了 他下降我的攻擊力了 我最討厭遇到這種的 很愛下降你的攻擊力 你打他真的很沒轍 但是他能用的招式不會 有那麼多招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換 我覺得我們可以再擋一次 擋一次完再換 這樣比較會 呃 比較不會說 浪費了他的體力這樣子 然後又可以多咬他一點點 好這個時候我們就該換了 因為不換我們下一招就會死掉了 來吧 我們的帝王暴龍 T-Rex Holy God 有沒有他剛好出小招 但是他又搶先了 但沒關係 我們直接大破甲 不要降我攻擊就好 不要降我攻擊就好 糟糕了 不要降攻擊 不要不要死 哦哦哦 好了換我們贏了 一擊必殺 第五暴龍發揮你的實力 殺 第五階 輕輕鬆鬆拿 耶 Jeff Reagan贏了 Browling 177 其實玩這個就是最好玩就在這邊 打battle的部分 然後就是你可以趕快努力的收集你的空龍 因為你有時候打不過人家你就會覺得不爽 耶 各位 還有一萬啦 還有一萬啦 劍龍先幫他升上去 這些都是我要投資的恐龍 另外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就是你自己一定要投資是想要的恐龍比較好 不要一直亂升 雖然等級提升對 呃 你這補獸是有好處的 但是我是建議就是 選你要的 這樣去合成會比較好一點 Yes 14級 哦好威哦 我覺得恐龍有20級以上就是很屌的了 對不對 血量2300 攻擊力700多 但是主要是為了要合成 耶 這種經驗也會多一點點 好我看一下只知道多少錢 中國絞龍升級要多少 剛剛得到的嗎 欸2000塊剛好夠耶 哦升了12級 水啦 各位慢慢都提升上去了 血量也加了91 攻擊力加了27 好吧 主要就是他的技能OP 我覺得OK好用 好 那我們來再來打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好不好 打一場我們如果贏的話 我們的這個 星子呢 就破到2100了 好不好 哇 哦哦 剛不小心按掉斷線了 錯 剛有點盪擊了 哇 這樣我還打一個哦 哇 不錯耶 嘿嘿嘿 這樣我還打贏哦 換一隻吧 好不好 因為剛我不小心盪擊了 所以那個 被他那個 剃了一隻 沒關係 我們雖然盪擊 大家記得玩這個battle的時候 最好是 要記得要那個 讓他不要熄滅 他自己都會熄滅掉 好嘞 一樣的恐龍 四五級對上司機 我相信這一場我們輕輕鬆鬆啦 哦 來吧 直接打了 一千我相信可以秒掉了 噗啊 防禦力沒那麼高的話 啊 X9 他還想把我撞暈 哦 呦 人家的暴擊 不容小覷啊 是不是 過了 直接打了 直接打 好 夾起來 好啦 贏了 贏了 兩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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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再一隻 你看他最後的迅猛龍 迅猛龍 迅猛龍這一隻呢 啊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先補血 你知道為什麼要做這種動作嗎 通常大家派出來的第一隻 一定都會先發大招 那迅猛龍是可以先發大招的 如果 欸 他好聰明哦 糟糕他現在就出大招了 如果他先出大招我先補血就扣掉他的大招 但是他沒出就沒辦法了 好不好 那一樣派出迅猛龍 我相信我迅猛龍可以秒掉他哦 照理說 他應該秒不掉我 欸我的比較快 因為等級比較高 好聖 他換了 哇人家有這隻耶 好大隻哦 先給他降攻擊啦 看會秒殺 差一點點 欸這好大哦 我也超想這隻 好啦 聖 各位 小藍就是強 雖然他沒有藍藍的 不過我覺得他非常好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培養這一隻 儘管他以後是要換成別隻 沒關係繼續升上去 他一定很好用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也記得先幫幫我點個讚 點個訂閱 記得按下小鈴鐺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記得幫我分享哦 我們下次 豬肉雞絲節 而LIVE再見 大家 拜拜